其實是這樣的,如果真的發生一件事 保監局就說,有一段時間之內,譬如一個月之外,你要做些什麼 那其實是不是寫得清楚些說是符合保監的要求,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其實都是這樣而已 因為現在都不知道那裡會有什麼事的 就是說如果你達到要求,那就可以不用吊銷了 如果不達到,就吊銷了,我猜的意思是這樣 那字是真是正確一點的,有沒有辦法想想 寫得比較好些,其實就是要達到你的要求而已 一個時限,第二就是那個要求,符合兩項,就不用吊銷了 我想是這樣的意思,不過寫得好像很... 過了期就叫銷 過了期,還有如果做不到這件事,過了期又做不到這件事 那你接受這件事發生,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你現在寫出來不是 黃議員有什麼建議呢? 我沒有建議,他們草議不是我草議 我是指出問題的 建議我們就是提收定的了 其他條例是否用這些狀況呢? 是用這些用詞的? 指明 有什麼其他的... 主席,這裡我們可以回去查一查 但是那個政策目標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些...應對一些情況,就是投訴我們講講的 這個問題是黃議員 哦... 這位,你呢...就是有權調消協 是多少的負責呢? 就是持牌的保險代理機構不再有負責人了 因為要有負責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是必要的條件來的 那你就會給他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你保監指明的一段空間 你這裏的寫法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期限的意思 很簡單 在某一個期限裏面,你交不出人的話 我就會吊銷你的牌子了 在某一個期限裏面 就是我們所指明的保監局指明的事件 沒有發生了 或者是結束了 那你這裏是... 大家看得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 你再強調那件事,我也是明白的 那沒有負責人就是吊銷你的牌子了 是不是一定期限裏面 到期都沒有人 那我就吊銷你的牌子了 是的 我問阿黃議員 你誤解了 就是說我過了那段時間 就吊銷你的牌子 不是的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一個負責人的話 我暫時吊銷了你 就是我可以吊銷了你 是的 就是我可以把它吊銷 然後吊銷多久呢 就是一段時間 我可能寫說 吊銷你一個月 或者吊銷你的... 暫時吊銷你的牌子 直至你的負責人回來燒病假 就是這樣 但是你各回議那裏都說明 永久吊銷啦 九十日內 提出上述申請 保監局就拒絕了申請這個B A那裏寫得很清楚的 該機構沒有再暫時吊銷了生效期後的九十日內 根據第六十四ZE條提出申請 要求認可某名個人為該機構的負責人 是吧 就是說 終極來說你都交不了人的 那我就沒有了 主席 是的 這個是好像黃議員那樣說 但是並不表示 六十四ZN1那個是沒有那個價值的 因為我們說六十二ZN2那個是吊銷 而六十二ZN1就說被一個空檔去尋找一個人 做一個負責人 所以呢 這個是暫時吊銷 吊銷 我很清楚 ZN豁湖誓一 講什麼 OK 但是你說得不清楚 我認為這個 整個句子很有問題 是吧 你都解不出什麼叫做保監局指名的事件發生為止 然後前面又有一個指名的期限 又有期限又有指 那這個後面的一句 那是畫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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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即是說 我可以定他是暫時吊銷牌照一個月 或者 即是兩樣東西 是不是 好了 後面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 譬如說 他回來燒病假 或者是 會說你找到一個負責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問題更大 是 你那個有一個指名的期限 後面這一個 是沒有指名的期限 是指名事件發生為止 那件事有多長呢 可以准許多長呢 發生 病假是多長呢 個人失蹤是多久呢 可以 不是 這個我想就是 他要就著那個個案 就來看 那個暫時吊銷牌照 是要適用於一個指名時間 還是一個事件發生 所以這個就是保監局的著情權 我覺得 情況可能會 跟實際上很多變化 但是 用字方面 用詞語方面 是否可以 能夠容易理解一點呢 就算你剛才 專員 或者畢章所說的病 病都有很多種 有些呢 病得來都可以時事的 都可以去 去 去 工作的 但是有些病 的確是沒有辦法工作的 是吧 所以 你都要 當 到時 獨立保監 都要著情去處理 不是說 一說病 我就 要停牌 這樣 那 如果病 找到一個 有兩個以上的人的話 那 沒有問題 可以沒有問題 是 如果他只有唯一一個 那 那那種病是怎樣病呢 那就要看情況 能不能夠上班 或者家裡都可以處理業務 這樣的話 甚至醫院都可以處理業務 那 都沒有理由 是 要停牌 或者 什麼什麼 等等 但是 這些條條文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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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